西部路海新通道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腹地 北极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借助这条通道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货物加速往来 今年是西部路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的五周年 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在位于重庆市的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 一列来自老窝万象的冷链斑裂刚刚抵达站点 车上的香蕉 龙岩等新鲜水果 马上就将在各大超市上架 而五年前新鲜的进口水果通过火车运到重庆 还是很难想象的事 2017年9月西部路海新通道这条线路上 仅有一条斑裂 重庆团结村站至广西青州港铁海连允斑裂 如今西部路海新通道 已有铁海连运搬裂 国际铁路连运 跨境公路搬车 三种物流形态 通过这张进出口货物曝光单 记者发现 对时效要求高的水果 海鲜等生鲜货物 已经成为线路上的常客 东南亚水果达成西部路海新通道般的十天之内就能抵达重庆 比传统线路几个五天以上时间 成本几个百分之三十以上 西部路海新通道已从一条孤立的线发展成一张密集的网络 通道货物品种已从八十余种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余种 2019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西部路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标志着通道建设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 五年来 西部路海新通道目的地 从71个国家和地区的166个港口 拓展到124个国家和地区的523个港口 颁列开行总量超三万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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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fu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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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讟阅 是广阅 订阅 访阅 perse Down 出带 breathing 烈火灯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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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reibt INTER 度奖于豆腐 接暖面 停 走迹 手 BRE 镯